看一下,我們在雲端白板上面 裡面減四語參照 這個325人勢芬蘭 這裡面當然有我剛剛做的 那當然這個第一個步驟啦 1 2index 3的話呢,我是用這個mid 我其實之前挑的時候本來是用repress 不過後來發現用repress好像 比那個mid 好像複雜一點點 不過其實會用哪一個方法都好啦 做得出來都沒問題 那repress意思是說我要取代 取代什麼呢 取代 前面幾個字 意思是說前面幾個字把它刪掉意思啦 取代成沒有嘛 那這個地方當然你也可以試試看 如果我今天 我不要用那個剛剛的mid的話 比如說我這邊把它恢復成那個 原來我如果不是用 我假設我原來是用這個 那如果說我今天用repress的話 1也是這樣把它剪下來 2插入函數 文字類裡面的repress 這邊用repress 那repress的話呢 當然如果你沒用過的話 不用答應一下 反正 以後就看懂 我後來發現 其實你只要看懂 前面它 要什麼資料 那你給對的東西 那就ok了 那其實如果還實在不知道 這邊有函數說明 可以稍微看一下 雖然它裡面 寫的 寫的有點怪怪的 好像有點 外星人寫的那個文 沒有很流暢啦 不過至少也可以參考 那第一個呢 older test的意思是 你原來的資料 star number 意思是說你要從第幾個字開始 取代其 那我從第1個字開始 lumber choice 其實跟 這個 前面一樣 l-e-n 我用什麼呢 用 算幾個字 l-e-n 這邊有幾個字 4個字 加上1 這邊的話呢 如果說我這邊加上 1的話 為什麼要加1呢 實際上 new test的意思是取代的意思 取代成什麼呢 取代成沒有 有沒有 可以理解這個意思嗎 就是說呢 我意思是說我要 要取代 5個字 取代成什麼呢 取代成沒有 那意思是說我要刪掉5個字的意思 1 2 3 4 5 這5個字怎麼樣 幫我刪掉 那留下不就是 這樣的結果 OK應該可以看懂那個邏輯吧 那只是因為這邊雖然叫repress 不過實際上應該就刪除 前面幾個字的意思 OK repress 不過反而我發現這個好像還沒有 密的來個好理解 我不知道 每個人理解不一樣 我是覺得你用順手都好 最怕是你 要用都不知道用哪一個 學一堆之後呢 還不懂 不懂了靈活應用 那就麻煩了 OK 所以多會幾種招 以後你可以自己再 比較一下哪一個方法最好 OK 好 那按確定之後的話 結果一樣 不過呢 確定之前呢 因為等一下會向右向下 所以一樣要把什麼呢 D1的E 給鎖起來 按個確定 為什麼要鎖E呢 剛剛講過 一樣 向右 向向 那你會發現結果一模一樣 沒有不一樣 所以其實有的 什麼東西啦 沒有所謂的標準答案 只是說比較之下 哪一個比較簡單 我就先講哪一個 那如果還有第2第3第 其實還有很多方法啦 我想用Fy 可以呀 可是我發現用Fy 好像比較麻煩 有沒有 Fy什麼 Fy冒號 可不可以呀 可是問題 但以後如果剛好 有一種情況是 我們因為上面的藍位名稱 已經剛好跟他前面是一樣的 但如果以後那個藍位名稱 跟前面又不一樣 那就你可能要想別的招了 OK 好這部分的話呢 是第1個 我們用那個 這個地方 用repress 再做過 那待會請各位 把 這個結果 複製一個工作表 Ctrl 加按住複製 把這個 怎麼樣呢 Delete 掉 請你再練習 邏輯用indirector 那其實也 一樣嘛 其實邏輯1 你可以先分析一下 插入函數 找到那個文字與參照裡面indirector 那他你可以先知道說他到底要什麼 他更單純 reference text 意思就是說 特別說 如果是text一定是文字 所以你請記得一定要給他一個 我要的給他是 B2 但是前面 一定要加 雙引號 後面要加雙引號 意思就是說呢 把 B2那個儲存格裡面的資料幫我搬到這個 這個位置裡面 就是 把資料丟過來意思 好 那你會發現呢 這個抓過來 那當然過來的話這個應該就 B2 B3 B4 B5 所以2345 6789 你會發現呢 他這個邏輯 跟剛剛還蠻像的 有沒有哪個地方很像 後面這個數字 但剛剛index1到32 這邊是2到33 所以其實你只要怎麼改一下就好了 然後 前面的B都一樣 那再利用mid或upress都可以 也是一樣可以把結果做出來 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再緩給各位 in the rate的部分可以思考 那這個如果做完了 大家也可以想想看用VBA來做 其實 講過啦 方法很多 不過如果你真的VBA用順手的話 可能最後 像我的習慣還是 乾脆你就寫VBA程式算了 一勞永逸管他用哪個函數 函數還要想 我們剛剛至少用了幾個呢 如果index index裡面還有column跟roll 就三個了 然後mid的話 裡面有len 這樣的話 至少就 五個函數 你等於要把五個函數全部 湊在一起 才能做出來 但如果用VBA寫 這些都不用 直接 VBA還是要熟悉 怎麼樣撰寫 OK 請各位 試試看 repress 再來就是index 好